那麼很多的星系就構成一個星系群 我們這個星系群叫做本星系群 除了我們銀河系之外 還有所謂的仙女座大星系 還有大小麥澤雲星雲 都是我們的本星系群的成員 然後呢這個不用被十的十次方 十的十次方這個不用被都孤寂的 我們說我們孤寂宇宙有十的十次方個星系群 每個星系有十的十次方個恆星 所以有這麼多二十次方個恆星 前兩天才看到新聞說 要把它的數目又翻倍加一倍 所以都估計你不用背它 這其實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認為 宇宙應該不是只有我們有生物 如果宇宙有十的二十次方的恆星 每個恆星都有十顆行星 它就有十的二十一次方的行星 這麼多行星只有一顆地球有生物 這好像機率實在是太渺茫了 所以我們相信應該還有別的星球有生物 只是它可能非常遙遠 我們根本就看不到接觸不了而已 然後注意行星不會發光 所以我們看不見 科學家用了一些神奇的方法 直到這些年來 我們才可以看到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稱為系外行星 今年上半年聽年獎的時候 說有1400多顆 後來看資料說有1600多顆 那是因為美國有個衛星 專門在找那個系外行星 所以放這一大堆 OK 一大堆 但是還是比人的肉眼 可能看到的行星少很多 所以基本上行星是看不見的 除了那個金木學活體之外 看不見的 所以考試的時候題目裡面寫的 是不是它都是什麼星 都是橫星 都是橫星 OK 都是橫星 因為我們行星不發光 我們看不見 直到最近我們採用一些神奇的方法 看見了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這個考試有人會問 問什麼 誰大 誰小 請問你是星團大 還是星系大 還是橫星大 試去了解就好 這是我們在宇宙的地址 有個宇宙有好多的星系群 有個星系群叫做本星系群 本星系群裡面有好多的星系 有個星系叫做銀河系 銀河系有很多的橫星 有個橫星叫做太陽 太陽有幾個行星 我們在那個地球 然後我們在地球這個台灣 台灣的士林區的 南亞國中的90斯拉教室 這是我們的宇宙的位置 所以秩序要曉得 秩序曉得一下 有人會考試考你這個秩序 然後這個 這個欣賞一下就好了 地球在太陽系 太陽系在銀河系 銀河系在本星系群 上面國中都沒有 還有所謂的超星系團 還有更偉大的什麼宇宙長城海綿結構 你通常不會碰到 上次有高中生說他寫作業或我這一集 比如說你就寫這兩個 顯示你很有學問的樣子 因為一般都不會碰到這兩個 好 就這樣子 這只是告訴你秩序 重點就是這個秩序 考試就考你說誰大 誰大 星團大還是橫星大還是星系大 你要了解這個秩序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了解宇宙的結構 OK